中央之邦今年有兩位少年強頭被受關注 一位是同一系隊的古靈瑞陽 另一位則是魏純榮的徐若曦 兩人最大的共通點 就是都擁有動輒150的火球 前陣子也在花蓮球場首度同場對決 由古靈拿下勝利 今天我們就來訪問一下中職各隊的打者 聽聽他們對古靈VS若曦的看法 如果兩者只能夠二選一的話 覺得誰更難應付呢? 應該是若曦吧 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打過啊 還是要選擇的話應該還是徐若曦吧 嘖 就很難比啦 但我覺得古靈會比較難掌握一點 我覺得都不錯耶 那看他們哪一個比較會唱歌好了 如果就穩定度的話若曦是比較好一點 你可以由第一場來判斷嗎? 因為通常第一場的比賽心情會比較抗分一點嘛 那我們第一場對古靈他的情緒比較沒有控制嘛 可是我們第一場對若曦他的情緒的反應是 整個就是很冰點啦 因為察覺不出他任何的情緒反應 而且他又丟得那麼好 所以他的情緒的控制其實是很強的 因為他球的質量其實都還不錯 對 然後他自己準度也蠻不錯的 對 比他也蠻少在保送 所以就是 跑球衣那麼高的投手 而且球速度那麼快的話 其實會真的會比較難打一點 對 那一賽有打過 可是 尤其那時候好像球還沒有這麼會跑 這麼兇猛的 對 他之前球就很快了 但是現在感覺起來是他的球會衝 就是那個尾速 其實他所有球種都丟得不錯 因為他 不會說丟變化球的動作不一樣啊 還是怎樣 對啊 他幾乎都是差不多差不多 然後而且那個 球的角度都一樣 我們才對戰幾次而已啊 當然他還是以直球啊 因為 啊直球就打不到啦 當然就丟直球而已啊 其他球都還不用丟 就 就可以解決為什麼要丟其他球 他當然是最有威脅性當然是直球 因為直球夠快嘛 那 其他不用講嘛 編化球一定會比 說不定也比其他投手的球還要來得快嘛 對啊 所以 在掌握度 擺就不會到那麼好 古林應該是會 再更難打一點 因為他可能 身高比較高嘛 他丟又是 整個身體都壓下去在丟 所以 他的球質會比 洛西還來得 難掌握啦 啊洛西是 他的轉速比較快嘛 所以 就很難比啦 但我覺得 古林會比較難掌握一點 意思打他的球是因為 他身高比較高嘛 出球的角度就不一樣 所以 打起來也沒那麼好打 加上他當天 電話球的狀況也不錯 然後就忽略了他直球的 攻擊性 所以 打起來也沒那麼好打 他 就具備了好投手的幾個優勢嘛 球速快 變化球的幅度 移動幅度跟軌跡又很大 然後直球的尾勁 也很好 所以他身高也夠嘛 這屬於高壓式投球 我覺得這三箱都是他的武器啊 整個三箱特質都提升的話 的確是很難對付啊 會有那種 就算知道 他會丟直球 可是 還是會有點來不及的感覺 你高中的時候就很高 那你有覺得他們現在跟高中的時候以後 變成另外一個成績 還是說其實他們高中就很強 因為我們隊戰比較少 所以 對到古靈的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其實姿質就是不錯 對 所以現在這樣打起來 有進步 可是就是會覺得他就是同樣的那個列型 就還是一樣直球難打這樣 成長嘛 我覺得 當然速度也比較快嘛 但其實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 應該說身體的比較 也素質也比在高中還要強大 那所以他們的成績也會比 在高中還來得好 那當然因為是職業嘛 那 隨著經驗這樣下去的話 他們在丟也會變得越來越細膩 越知道自己該怎麼去做 所以 所以在他們投出來的感覺是比在高中丟還要好 古靈其實 他的球也很會衝啦 就是 尤其是高球的部分 大概就是這種 比較 靠內角的 上片 就差不多 腰帶以上 腰帶以上的球 他很會跑 而且 很有 會讓打者很想出棒 對啊 這樣就蠻難打的 你打直棒第一年來說 我覺得你的表現算是讓大家很驚奇的嘛 那你會覺得你在面對這種 強大的投手的時候 你會做好最先注意哪一件事情 我會先看他 今天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他哪一種球比較 容易 強到好球速吧 看他哪一種球是引右球 對啊 就比較不會去嘴打那一顆 直球的打不到 他們當然會一直丟直球 那如果說直球掌握到的話 他們當然變化球就會跟著來嘛 所以我覺得也是 每次每次的對戰都會影響到 下次的對戰結果 許洛西或者是古林 他們其實直球 你光是說 單純要看球打球 可能會有難度 打他們這種投手 你很難 就是 我今天可以看直球 然後打變化球 通常是已經比較不太可能 因為球的速度太快 企圖心要強一點吧 對啊 因為 像這種球快的 你慢了 零點幾秒就來不及了 對 你要隨時準備好 每一顆球都要出棒 攻擊直球而已出 可是 這樣變化球如果很好的話 那打者其實要攻擊的話 真的很難 去 掌握每一顆球 最要注意那就是 不外乎他的石頭球嘛 這麼難打的投手 但是他一定會有石頭的機會嘛 因為他要投用多顆球 所以他一定會有 所以在 攻擊他的石頭球的時候 要準確率要高一點 才有機會打到 把形成有效的攻擊 你看他們兩個 不覺得你會想到 以前哪個時代的圖頭對決嗎 其實也沒有 真的沒有想到 潘威倫跟那個 楊劍甫吧 對啊 你會想到嘟嘟跟他輔 對啊 因為 之前有看過影片 好像他們 通常 好像 通常標包150吧 還是怎樣 對啊 還蠻屌的 所以是他們兩個人的窮圖 對 不是 我其實都看啦 對啊 多氣感覺有點像 我們那時候的 恩宇吧 像恩宇 對對對 就那個變速球 對 小雞 他的那個 變速啦 甚至是紫插球 我覺得就是 有他那時候的水準 就現在看起來很像 比恩宇那時候還要再快 虎林的話 感覺會比較像 巔峰時候的 嘟嘟 那他手速是不是 這女生有快 嘟嘟巔峰的時候 其實也蠻快的 嘟嘟那時候 巔峰的時候 也是 我記得應該有150 就是嘟嘟瘦的時候 他最強的時候 對對對 嘟嘟那時候 瘦的時候 腰還可以轉過去的時候 嘟嘟那時候 給我的感覺 他的球 到本地板的時候 是會 噴 對 那 古靈就有這種 感覺就有這種 特質 就是他的球 到本地板 很像會 有點像噴射機的感覺 他到本地板 會加速 你這麼訴求的話 其實不多 對啊 兩個訴求派的 但是 洛西他的 只差變速球 讓我 就有點像那個 林安宇的那個變速球 是有點類似嘛 當時 他也 殺騙了所有 中職的打者嘛 也創了很多紀錄嘛 至今也 無人能破的三陣紀錄 所以 他這個變速球 的確很有威脅性 要 注意的就是 看他們接下來的 訓練量 還有他們的 身體強度有沒有辦法 提升到 像兩位前輩這樣子 之前的水準 因為其實 在那個 年代 來講 小雞 或者是 都都 他們其實那時候在 訓練的 身體強度 還有各方面 其實都是很 很強的 所以他們那時候 都有辦法 一年就是 動輒就是 十勝 然後 吃一百多局 就是對他們來講 多成 對 其實算我們平常 所以 我們應該算要祈求 我們這兩位少年槍頭 有辦法有他們 兩位前輩的續航力 對台灣的棒球環境 還有我們的國家來說 應該會是 相對利多的 他們兩個的對決 的確是另外一個 新的世代的開始 就是 有那麼快的 速球有那麼快 變化球又那麼 移動軌跡又那麼漂亮 空球又好 重點是 心臟又很大顆 這很難找 對啊 也沒有稱讚的是 實話嘛 對 你這個 你翻開歷史 你不會看到這種投手 到目前為止 對